卵巢囊肿会不会不孕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刘艳巧 新闻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人医师 卵巢囊肿也是我们现在临床最常见的一个病症 好多人一般情况并没有什么症状的 一般就查体会发现 卵巢囊肿小一点的 我们说就是五公分下的 对怀孕影响不是太大 但是五公分以上对怀孕还是有影响 它主要因为它体积大 压迫暖操还有压迫受暖管 它就会导致肌腺性的 导致我们不孕 就是说还是有影响 暖操囊肿在我们中医所与争甲范畴 就是腹部争甲范畴 我们这条都是以气活血化育为主的 这个我们经常用的一个方计 就是叫刽子伏列丸 这个有中程药 这个可以吃的 再是活血化育一类的药 就我们说的瘦不足乳汤 这些瘦不足乳颗粒 也是有中程药的 还有现在也是丹额 富康奸呀 这些都是活血化育 肖包块的这一类的药 都可以用 尹尔 这些瘦不足乳的药 事情伤参加了 是行刽子伤参加了 是行刽子伤参加了 我看着是行刽子伤参加了 那么多的药物 也不凶行刽子伤参加了